公元2024年7月7日 老白在直播时偶然扫上一个14本号 他本想着大展身手去拿个三星 谁知号主队位竟是个16本后期修为 由于顾及颜面 不想去打后面低本 他只能忍痛掏出它 练习了两年半的流派 超级天女 号主你就把新换兜里 这刀B3 他一边打着牛逼的操作 说着信心满满的话 殊不知他所做的一切都被首领默默关注着 赌了直接偷 我去能不能办法 好在功夫不负功夫人 他成功地用24个空间抄歌 偷掉了对方16本后期修为的大本营 可就在他高兴之时 他万万没想到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的发生了 他的超炸由于还只是14本修为 只是碰了一下对方城墙 墙没炸掉 却先炸掉了自己 哎呀我把超炸都用完了 这个墙都没炸到 我去不是吧兄弟啊 太顶了呀 可就在他还在吐槽超炸之时 令他没想到的事情 突然没想到的发生了 他的超级天女 竟然自己拐进了阵型中央 我去不会是克里奥的天女啊 这么聪明 果不其然 部落三星大学毕业的女王 跟某些小学毕业 只会凿墙的女王 就是不一样 精神直接起飞 我去起飞了 过年了好主 果然他的超级天女 跟外面宣传的一模一样 此流派一般不出手 一出手就不一般 这倒也是让好主 成功地过了个年 好主在部落 弯了大半辈子的腰 终于不弯了 直接在路死射了好主 来还有什么要挡呢 挡不住 挡不住了已经 已经挡不住了 就这样 本来想着看他打黑三 然后送他飞机票的首领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 收下了这个 跟过年一样的三星 拿下